嗨,你好,我是劉奶爸 昨天呢,我們在Like at裡面有錄了一段影片 然後呢,我提到了昨天,有點吵,關一下窗戶 然後呢,有一個學生就提了一個問題嘛 就是說他在臉書登的廣告效果不好 然後我說那你登什麼樣的廣告 他就把文案給我看 然後他文案就是這樣寫的 就是裡面也有漂亮的照片沒有錯 然後他裡面寫說,我提供美甲彩繪的服務 還有提供什麼什麼服務的教學內容 還有什麼什麼 但是他沒有把內容講得非常清楚啦 那重點是他底下寫一句 如果你有興趣的話,請跟我私訊聯絡 那昨天我就提了這個問題 在Like at裡面的影片嘛對不對 然後有蠻多朋友在裡面留言的 很感謝各位 那為什麼 對,我昨天問的問題就是說 你覺得這樣的方式去呼籲行動 他也算有呼籲行動啦 就是有興趣的網友 請在臉書私訊跟我聯絡 但是我們要想一件事情 就是我們在做行銷的時候 經常需要換位思考 換什麼位 就是你跟客戶的位置要對調 今天如果我告訴你 如果你對我的課程有興趣的話 請你跟我聯絡 你會跟我聯絡嗎? 其實這個機率會比較低啦 因為大部分的人都是被動的 都是被動的 如果某一個人他很主動的跟你聯絡 那他的購買機率其實是蠻高的 因為他是真的非常有興趣 但是不代表說其他有興趣的人 他沒跟你聯絡 就代表他興趣沒那麼大 其實不是 大部分人是因為害羞 大部分人是害羞的 所以如果你今天要賣東西 很多狀況其實你需要稍微的強迫一點客戶 因為其實對方他已經要了 但是他害羞 不敢主動去爭取 所以你不要再叫客戶主動跟你聯絡了 因為這樣的效果其實不好 那應該怎麼做呢? 很簡單就是我們以前常常講的 你就是留表單讓客戶去填寫 或者是留Line at ID讓對方去加你 或者是你直接在網頁上留一個 加我為好友的Line at的按鈕 讓對方用手機點擊的時候 直接就可以成為加入你的粉絲 加入你的Line at的粉絲 那Line at在去年 2015年年初的時候到現在 我已經收集了一萬多個粉絲 那有效好友的話 也已經快要到8000人了 因為有效好友就是 一萬多個在扣掉那些封鎖我的 沒有興趣的人 所以還有將近8000個好友 好那Line at的粉絲跟 E-mail的這個 填寫E-mail的人又有什麼差別? 就是留E-mail跟留Line at 留E-mail的人呢 其實他還有一點點 一點點透露隱私的感覺 為什麼? 因為這個E-mail啊 如果你到Google去搜尋他的E-mail 其實你會 撈出很多資料的 有的人他根本不想讓你知道 他曾經在哪些地方留過E-mail 那所以他根本連E-mail也不想給你 那這時候怎麼辦? 那就是留Line at 讓他家裡為好友啊 所以其實他 為什麼? 因為Line at 他其實可以隨時封鎖你 比E-mail退信還要簡單 然後他還可以 他本身的Line不見得要放他真實的大頭照 他可以放狗狗啊 放寵物啊 放別人啊 甚至 他的名字也可以弄英文的 所以你也不知道他到底是誰 所以其實很多歐美國家的網路行銷教學 他們是不會去講到Line at 不會去講到微信 是我們東方亞洲人比較會去使用 Line at 這種即時溝通軟體 所以取捨的使用吧 取捨去使用吧 然後每種行銷工具都有他不同的特色 所以多去使用各種不同的行銷工具 哪些行銷工具對你的產業是比較有效的 那就用那個工具吧 好我是劉奶爸 我們下次八點檔再見 拜拜